民主的光環 兩年前年終印度北部又吵起上來 印度政府撤銷印度憲法第370條 賦予印度管理部分的赫十米爾邦特殊地位的自治權 行動包括撤斷赫十米爾谷地的通訊線路 部署幾千名安全部隊 以壓制任何騷亂 和拘留赫十米爾的幾位主要政治人物 紐約大都會看守所中 有好幾個都是巴基斯坦裔 艾凡是紐約的生物工程師 父母都是50年代 從印度移民落殖美國的高等知識分子 虔誠的穆斯林 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事特別上心 艾凡解釋說 自1947年以來 赫十米爾高原地區 一直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爭議的主題 話說英國人早在十六世紀 已經由東印度公司 往來東西方進行貿易 用英國的白銀 購買中國絲綢茶葉 運到英國歐洲 後來又覺得很不划算 東印度公司發現 東印度孟加拉灣山區地方 即現在的孟加拉和緬甸西北地區 出產鴉片 靈機一觸就把東印度的鴉片賣去中國 換來絲茶瓷器賣到英國 由中國的紅茶種 移植到孟加拉的大吉嶺 供應為英國紅茶 後來英國更老實不客氣地 將整個印度拿來做殖民統治 說是為印度這些低等族群 帶來文明開化 其實就是上下其手 強搶豪奪這塊土地上的資源 再討價還價地和中國清政府交涉買賣 更強佔西藏高原南瑞地區 和西面的赫十米爾險要通道 封鎖俄羅斯等歐洲帝國東往南下野心 佔盡地利先激的優勢 旁邊的教授立刻笑著說 伊拉克有一句老話 說如果河裡兩條魚在打架 後面一定有英國人在搞鬼策劃 這是指英國殖民統治慣用的手段和政策 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國家 都會沿著內裡的種族、宗教 和任何價值差異而分裂 因為當每個圈子都忙於彼此之間的鬥爭時 就無瑕團結起來反對統治權威 就算是以前共處得相安無事的 都會被拆動 挑起仇恨到不可化解的地步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英帝國佔領印度時的表現 1857年印度境內的穆斯林 和印度教教徒聯合起來 並肩作戰反抗殖民統治 英國人被團結的力量大嚇一驚 馬上大規模武力鎮壓 殺了十幾萬平民百姓 接著就動手將穆斯林和印度教教頭 置於對立面挑撥雙方的矛盾 讓他們鬥過你死我活 最後統治者出來維持秩序 但是群眾運動 好像甘地發動的團結主義 使得英國人頭痛不堪 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 又令到英國元氣大傷 印度也被剝削得殘缺無幾 被統治者不斷挑起的種族宗教矛盾 劇變成內戰 再加上當時印度軍隊發生內變 英國不能再依賴以印度人為主體的印度軍團 來支撐殖民政府 1947年夏天 英國國會通過決議撤離印度 兩個月後 整個殖民政府便拍拍雙手全部離退 臨走前 殖民者還忙不了他們慣用的伎倆 丟掉一個極難的攤子 已是沒有殖民統治 你們都管治不了下去 英帝國將整個印度 劃分為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 中間的一大塊土地 同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 一半在西北一半在東邊 隨即引起大逃亡、大遷移、大混亂 幾百萬穆斯林逃離印度 西向前往巴基斯坦 數以百萬的印度教徒和石克教徒 東而來到印度 暴動混戰導致死人無數 巴基斯坦被分為東西不連接的兩部分 遙距千餘英里 中間夾著在印度的北部 衝突不斷 東西照應不下 多次流血事件後 東巴基斯坦在1971年脫離西部 而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國 艾芬說 英國人百多年以鐵碗手段殖民統治 1947年臨離開前 急忙地設立了 亞洲第一個民主國會的政治制度 西方一直以此為傲 但印度社會整體的發展 就被你炒我鬧的民主政制拖著後腿 而無法向前 印度一直都被冠以民主國家的光環 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巴基斯坦就是獨裁政治 他所做的都是罪惡的 這就是西方的論述 已如天下的蠢蛋